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还记得吗 在2008年的五月二号 纳吉诗 在深夜里登陆了缅甸 天未亮之前 开始狂轰大浪 让缅甸造成很惨重的灾难 媒体一直到了五月五号 才从外电的报道 我们才看到 真的是很悲气的境界 到底当地这么重的灾难 过去的这么几天来 当地的人是如何活过来的 他们的悲怅 是多么多么的哀愁 苦难悲弃 赶快进去 六号就追踪 看看这样的灾难 到底造成了怎么样的 我们能帮得上忙吗 开始了解了 信息收集了 直到严重性 开始起把决定了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要进去 谈何容易啊 也会了很多的心事人力 也好在自己国际化了啦 感恩马来西亚的持续人 一向都很积极 而且救兵救灾救兵 都已经很有基础 所以去马来西亚来负责 在缅甸的那一波的灾难 在10号就踏上了这一块土地 一直一直到现在 刚好两年了 这两年间来啦 国际之间多少多少的灾难啊 这两年的时间 七百多个作业啊 真的实在是天下多少灾难啊 那但是这灾难当中 又有多少呢 因为这样的灾祸 得到了浮原啊 这一块土地开始 有缘的能接触到的 全世界触到的都有福 比如说那一大片土地 缅甘是一个世界粮仓 所以我们给了种子给了肥料 那一句的第一句 收成很好 而且丰收 他们这自己说啊 是神种 就是很神奇嘛 到处都是欠收 唯有自己给的这个种子啊 还有肥料啊 所以很神奇的丰收 那一句真的说得很不错 他们还把收成的米啊 每一个人啊 那煎出来一大包 集中在一起 还可以救济别人 这都是呢 在穷困中啊 起开了 富有爱的心灵 还可以帮助别人 这都是带去的 此外有形的物资啊 古种啊 还给他们的五行的 开启了人人的心门啊 让人人呢 乐观 还要呢 要打起了精神 提高士气 人助自助 还可以助人 这样的关键呢 那 詞曲 李宗盛